我是英彤 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大S 汪小飛傳出兩個人離婚的傳言 已經傳了好幾個月 不過就在今天 兩個人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 確定離婚了終結十一年來的婚姻關係 聲明裡面寫到 經過汪小飛先生跟大S女士 認真而且慎重的考慮 兩個人已經決定和平的解除婚姻關係 所以未來兩個人將以父母朋友的方式 愉快的相處 也會繼續共同的撫養孩子 而這件事情不是在台灣架鍋 就連在中國這樣的消息也開始架鍋了 有中國網友說了 汪小飛第一個因為愛國而分裂離婚的男人 他愛國沒有錯 他們支持離婚 只不過也有中國網友認為說 誰說大S嫁給汪小飛 就一定要去他那邊 人家有錢有錢 習慣台北的氣候 就愛待在台北 怎麼了嗎 老公不感冒了 大S王小飛結婚十一年 還一度上過實境節目 幸福三重奏 大秀恩愛 但這一段轟轟烈烈的兩岸婚姻 多次爆出婚變傳言 如今兩人在11月22號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經過慎重的考慮 兩人已經決定和平解除婚姻關係 並已在近日辦理了相關手續 曾經作為夫妻攜手前行 未來兩人將以父母朋友的身份愉快相處 也將繼續共同撫養孩子 事件公布的同時 汪小飛的媽媽張蘭正在開直播 回答時看似早有心理準備 兒孫子有兒孫福 小王小飛都適時了 我管他呢 張蘭直播也表示心疼兒子 汪小飛在北京台北兩處往返 事實上兩人當年交往20多天 只見過四次面就結婚 婚後汪小飛多次在螢幕上 表達對老婆的寵愛 甚至在台灣開了S Hotel 也是以老婆的名字來命名 這一兩年因為疫情分隔兩地 鮮少見面的兩人 多次爆出婚變的傳言 沒有想到這一次離婚消息 已經成為事實 大S徐西元的經紀人也回覆 只是兩人經過深思熟慮 討論後的決定 現在西元情緒很平靜 謝謝大家的關心 兩人將共同撫養一雙兒女 但孩子要住在哪裡 高達9億的資產又如何分配 外界都好奇 而曾經相愛的兩人 最終是選擇和平離婚 換一種身分 也是另一種緣分的延續 華爾西文雷雅 宋岩敏 江宥文 台北報導